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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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葛老師 葛芳團隊一直以來都覺得時間過得飛快 因為都會提前先準備各式應景的手作創作來和大家分享 也因為每到各式不管中西方節慶時 透過實際手作,透過完成品 再加上老師們對各種節慶主題的解說 才能讓孩子們對傳統節慶有所了解 手作的過程也是一種儀式感 它保留了各種傳統節慶的美好 中國新年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日喔 所以今天提早跟大家分享 葛芳團隊用偶心力寫出可愛的作品 牛年限定之才神道提燈 可以帶來柴氣的柴神大家都喜歡吧 這款圓滾滾的柴神提燈呢 很討喜 很適合各年級小朋友動手做 作品的完成度會很高喔 那就讓我們來開始看怎麼做吧 現在讓我為大家介紹 柴神道提燈的材料吧 讓我們將金蔥前臂黏貼於帽子上面的金蔥圖案 將金蔥帽式貼於帽子下層 拿出黃色長條配件 將它黏起 形成一個三角形的狀態 那再來將三角形 黏於頭部的底端 那在這邊注意 三角形的話它會有短邊跟長邊 那我們需要將三角形的長邊黏在於底部 將黑色長條圍繞在提燈的下方約三分之一 頭、手、金蔥腰帶扣 黏貼於燈籠上 最後我們將腳黏貼處下方的折線 往下凹折 那黏貼於燈籠的底部 這樣就完成囉 小朋友在過年期間帶著這款提燈去拜年 一定會喜氣滿滿的 大家一定要動手做做看喔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通知 那如果還想要知道更多的資訊 請幫我點讚臉書粉絲團 葵峰文化小幫手 這樣就可以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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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按讚